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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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真的很愛妳 然後 不管妳願不願意 我希望 希望可以牽著妳走 那時候走下輩子的人生 然後 妳想說我不是一個很浪漫的 我覺得 這可能是我這輩子做最浪漫的事 我相信妳這樣沒有 妳可以不用現在打印但是 我只想可以靠我的心 這樣是願意嗎 很願意嗎 往事不要再提 因為大飛和楊晨熙 AKA國動姐姐 1月4月1號魚人節當天宣布分手 八年的感情啊 就這樣說算就算 今天當事人終於露面 肯定要問個清楚了 妳是不是有說 妳可以演嗎 有啊有啊 我都放在那邊 然後 就是 都可以啊 就是盪掉了 沒有啦 都放在那邊 不會說我唱歌 然後就放回去 完全不會啊 我覺得那個 就是都是 一些 偶像劇裡面 或是 電影音樂情節 然後什麼 總會有人要拿回來 特別拿回來什麼東西 或是怎麼樣 可是對我們來講 就是很自然而然 沒有人 會把那個 當作一個很重要的事情 對啊 其實就是討論出來的 因為我們一直都覺得說 像這種事情 到底要不要跟大家交代 因為我們其實是 蠻不喜歡講自己私人的事情的 然後 可是 就是公眾人物被大家知道說 有戀情之後 然後你分開不說 到時候怎麼樣 然後就是會 被大家揣測一堆事情 所以他就 嗯 說 那我們還是 就是討論出來之後 就還是決定 還是用說的方式好了 其實他沒有一個 非常的標準 就是 兩個人就是講好了 就是一直討論討論 然後就說 大家要不要分開一陣子 好像沒有說是誰提的 就是這個過程都是很和平的 就很像朋友這樣聊聊聊 然後就 想說 那怎麼辦 如果大家 對未來的共識都不是一樣的話 那怎麼辦 這樣子 那 是不是 分開一陣子 大家都好好想一想 會比較好 這樣 可是你們不是本來就是 沒有想要那麼快結論嗎 嗯 可是 他 原則還是 那是他 可能畢竟的人生階段吧 對啊 嗯 那他比較想要趕快結論 嗯 嗯 但他其實從頭到尾都沒有比過過 他也 會一直問我的意見什麼什麼的 對啊 那我也是好好的跟他講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就是 就是 也沒有 一定要 這麼急著要 進入下一個階段 真的是歸屬感的問題 就是 好像 以前 可以 不管在外面多累 然後 受委屈什麼 好像有一個人 人 至少可以 嗯 聽你的抱怨 然後給你一些安慰 這樣子 所以有哭嗎 你一分鐘才知道 嗯 就是很平靜 你以為是不是慢慢聊出來的 所以說該難過也難過過了 對啊 就是 這個過程裡面應該 都有哭過什麼 一定會的 因為在一起真的很蠢 這件事情 才剛發生而已 然後 而且之前真的很多人 誤以為我都已經結婚了 什麼之類的 對啊 然後他們應該也不太敢追求吧 就是現在 就是零啊 說到這就尷尬了 大輝的進度好像超前熱 他被拍到 與望空 陳比聳等人一起去按摩 兩人有說有笑 看起來又搭一雙 戀人未滿喔 不管是朋友 也是我們認識的 然後 那些按摩也是 大家常常會去做的事情 這個應該要去問他吧 可是我們大家都朋友 應該是沒什麼吧 我不知道欸 我們有聯絡啊 可是這件事情 我們有問他 因為我看到的時候 我就覺得 好像沒什麼 就是我們又把它當做一回事 我們有特別去問他這件事情 但我們都還是會聯絡 然後 有一些工作什麼 我們都還是有合作 對啊 嘿啦 楊晨熙還開了公關公司 大飛有時候 還會幫忙當導演拍片 就算不能當情侶 也絕對是最佳工作夥伴 欸 好像又為富和提供了最佳的機會喔 我們就也沒有真的說 不可能的事情啦 但是就是說 先分開一陣子 然後大家都 先嘗試看看 就是現在這個狀況 楊晨熙現在就是女強人 手上投資的副業 有聚酒屋 殘酒館 美髮業 公關公司 出過月收入 就有二十萬 心臟應該很大顆 越來越大顆 心臟很大顆啊 然後 就是 很多意想不到的事情 突發狀況 我覺得我可以去 自己 去這個公司應徵那種 危機處理小組 真的耶 因為真的很多突發狀況 你會想不到 我有時候都會很害怕 那個電話響 對啊 因為打來就覺得 感覺就是有事了 一定有不順利 一定有碰到什麼 怎樣 那你覺得最困難的 最辛苦的地方 是哪裡 我覺得 只要藝人有一隻毛 我就有 好多隻毛 要去安撫他們 曾經有案子 我就是 補到說 這個案子 我只要不要賠錢 就好了 是喔 對啊 我拜託你去 就是我都給你 我 都給你 我就當免費 中間介紹 但是我不要賠到錢就好 從 其實案子以來到現在 其實蠻多鳥事的 但是我都已經忘記 選擇遺忘了 對 因為 有解決都算 都算是好的 他努力賺錢 就是想開更下巴的車子 後來想想 好像兵力雙門的 跑車還沒有開過 就不知道兩台 賣掉之後看過 換一台 真的上次去看 那麥拉 麥拉倫的洗拿 好想要把它帶回家 快喔 那不行 那全台不知道 只限量幾台而已 麥拉倫是不能 不能當代步車的 兵力跑車好像感覺 比較實用 對 就是兼顧實用 然後 又沒開過的 車子 還有就是可能存心上 對 而且現在 沒錢買 沒錢買 那一台真的不知道要多少錢 我爸上次 就是 看到我的車 因為我每次換車 我爸都會念 然後就說 女孩子在那邊換什麼車啊 看什麼跑車啊 什麼 那一台可以開的車就好了 然後 然後就後來自己看到的時候 叫我在那邊 發瘋狂拍照 這個角度 然後這個角度 我坐進來 然後靠那個車子 我說你不是說你 覺得這還好嗎 你覺得幹嘛要換這個 那你現在拍這麼開心 我怎麼會ìn demonic 對 你還好看 我不會 跟真行 就好